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鼻息肉就是鼻黏膜有少少发炎 变化了 变成了肿胀 肿胀的地步变成了肆胱状的结构 这个肆胱状的结构可能有大又小 因为它不同尺寸 很多时候会令到鼻胱有些阻塞 张先生这个情况有几点和鼻息肉的症状相似 例如鼻塞 有鼻汗 或者用口透气 但是他说有鼻血 这里我们会担心 因为鼻息肉多数不会出血 如果有鼻血 我想要详细检查 最重要是排除有没有肿瘤的可能性 所以张先生是不是鼻息肉 真的要检查我才知道 鼻息肉肥带 检查方法 其实有时你看有时尺寸是很大的 它可能在鼻孔里也看到有东西 很多时候鼻息肉是两个鼻孔都会有 两面的鼻都会有 如果真的很大就可以肉眼看到 有时可能要撑起鼻孔才看到 如果比较小一点的话 如果想详细看 我们可以用鼻的内规镜 清楚地把鼻息肉的尺寸 以及色窄形状 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然看到一块鼻息肉的似 不一定是鼻息肉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一点去检查 第一就是确实鼻息肉 以及排除一些不好的可能性 例如鼻的癌症 如果鼻息肉是很小很小的 病人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症状 当我们检查的时候 可能偶然间发现了 我们会告诉病人 如果鼻息肉真的很小 病人没有症状 我们可以和他说 我们可以先看着 如果他想尝试一些药物的治疗 第一件事我们可以 给病人一些喷鼻的 铝固顺成分的喷鼻的喷毛 很多时候这些喷鼻的喷毛 如果色窄很小的话 都可以能够控制 它不要增长得很快 当然如果鼻息肉很大 症状很多 比如说病人说 鼻塞、闻到东西 又有鼻寒、又用口吐气 又很不舒服的话 当然就要处理了 头头都是尝试一下 铝固顺的喷毛 但很多时候如果有这么多症状 成效都不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会建议病人做一个 鼻息肉切除的手术 很多时候鼻息肉 是在鼻斗里生出来的 所以鼻息肉切除的手术 很多时候都是 关联到鼻斗的手术 如果只是用药物的话 伏法一定会有 因为药物是不会令到 息肉不见了 只不过是 我们要控制住它 如果你说手术切除了之后 会不会复发呢 就视乎手术做得干不干净了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 如果看到的息肉切除了 它复发的机会就很大 但是如果你真的 很仔细地将 息肉由鼻斗的根源拿走 那复发的机会 和时间 复发的时间都会比较长才复发 如果鼻息肉不治疗 如果鼻息肉不治疗 我想最主要是排除了 真的鼻息肉 就不是不尋常的东西 所以化验是一定需要的 第二 如果是不治理的问题 病症会持续被塞 流鼻水 闻不到东西 和口吐气鼻寒都会持续 有时候鼻息肉是 塞了鼻子 有机会令到病人有睡眠窒息的问题 或者睡觉睡得不好的问题 有时候鼻息肉 在一些情况之下 都会引发到鼻斗炎 如果它是塞住鼻斗的出口的话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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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